大家好,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 猪肉不要只放冰箱里了 像这样把猪肉直接放进冰箱就错了 多加几个步骤 放一年猪肉照样特别的新鲜 大家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现如今,我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 所以在餐桌上,一天三餐都少不了吃肉 而猪肉就是最百搭的 怎么烧怎么吃都不腻 到了下半年,很多乡下的家庭都会选择自己杀猪 自己乡下杀猪肉多,吃不完就会保存起来 在保存猪肉的时候 大部分人都会选择把猪肉装进一个保鲜袋 然后随便拧几下 把它放到冰箱的冷冻室里面 冷冻保存起来 像这样保存猪肉是不对的 这样放进冰箱,特别容易滋生细菌 让猪肉流失水分 并且这个猪肉上面还会结大量的冰霜 这样拿出来做菜 做出来的猪肉就会又柴又腥 并且还会带着一股冰香味 一点也不好吃 还会和其他的菜穿味 其实冷冻猪肉也是有技巧的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详细的解说一下 第一步,需要保存的猪肉是不能清洗的 因为这个肉沾有自来水就会滋生细菌 猪肉就会特别容易变质 第二步,保存的时候不要大块保存 一定要把猪肉切成小块来保存 这样在使用的时候也非常的方便 而且也能延长猪肉的保质期 因为如果大块来保存的话 我们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化冻 如果家里面的人特别少 一次吃不完 吃不完的猪肉又得重新放回冰箱里面冻起来 如果冰箱里面冷冻一大块猪肉 冻了化,化了冻 这样反复操作 特别容易滋生细菌 而且也容易流失水分 不仅不易保存 而且猪肉也会变得特别不好吃 所以在保存猪肉的时候 一定要分块保存 第三步 我们不能把猪直接放进冰箱里面保存 如果把猪肉直接放进冰箱里面 特别容易串胃 而且容易沾染细菌 迅速变质 先准备一个小碗 在里面倒适量的高度白酒 然后用一把干净的刷子 把高度白酒均匀的涂抹在猪肉上面 给猪肉的表面一定要全部涂抹到 边边角角的地方要涂抹上 这样可以给猪肉表面进行一个消毒杀菌的作用 可以防止猪肉滋生细菌 延长保质期 把需要保存的猪肉每一块都均匀的涂抹上高度白酒 再来准备一个小碗 倒上适量的食用油 也是准备一个干净的刷纸 沾上适量的食用油 然后在猪肉的表面涂上一层食用油 一定要把猪肉的边边角角 每一个地方都涂抹上食用油 这样可以锁住猪肉里边的水分 防止猪肉水分流失 我们把需要保存的猪肉 每一块都均匀的涂抹上油 然后准备一张保鲜膜 用保鲜膜把猪肉给它包起来 像这样保存起来 猪肉冻多久都是新鲜的 它的口感以及营养都不会有变化 用保鲜膜把猪肉一块一块的包裹好 包的时候尽量排除里面的空气 这样可以延长猪肉的保鲜时间 用保鲜膜把猪肉包好以后 再用硅油纸把所有的猪肉 都把它放到硅油纸中 如果家里面有锡纸的也可以用锡纸 硅油纸可以起到一个防潮的作用 这样猪肉里面的水分就不会流失 外面的潮气也进不去 可以大大增加猪肉的保鲜时间 而且冷冻的猪肉也不会有很厚的冰霜 这样猪肉处在一个真空的状态 可以与空气隔绝 延长保存的时间 如果我们像这样包装好拿去冷冻 猪肉放多久它的口感都适合心得一样 不会出现任何的变化 如果肉特别少的话 一两天就能吃完 大家不需要放在冷冻室 只需要放在冷藏室就可以了 就是放上两三天 猪肉也是新鲜的 最后我们再准备一张保鲜膜 把包裹好的猪肉放到保鲜膜上 用保鲜膜再包上一层 大家包裹的时候 尽量挤干保鲜膜里面的空气 像这样处理好以后放在冰箱里面 一年以后 猪肉吃起来也是非常的新鲜 能让猪肉冷冻以后 保持非常新鲜的口感 而且冷冻的猪肉 不会有很厚的冰霜 水分也不会流失 吃起来口感和新鲜的猪肉 都是一样的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 保存之后的小技巧 您学会了吗?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这样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 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各位哥哥姐姐 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是多多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